成军20年的阿联国中举重队 在经费与设备都有先的情况下 培训出许多优秀的举重选手 而教练团他们也都曾经是场上的明日之星 如今卸下选手身份成为课堂上的老师 他们又该如何带兵 选手又是如何面对每天的训练 本周五晚间9点第四频道 高雄都会台播出的打狗周记 将有深入报导 港都新闻带您先读为快 当时候会想要教练举重队 其实就只是玩球 玩球学期就觉得 这个人好像可以练举重 所以就进来 进来的时候 可能身材上也很适合吧 然后就觉得这个运动还蛮好玩的 我从小就离开家 对 所以就离开了那马虾 我在所有没有支援的状况下 会维持这个队 其实我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决定留在这边 应该是教学校的 那时候还年轻嘛 选手就拆棍线啊 还有比他还大的 70年次了 69年次了 其实跟我年龄没有差太远 跟他们在一起 其实不要说我教他们啦 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 那最主要是 他们那种真性情 也有外校的老师 也是徐老师 我自己的学长 他就说 你怎么傻啊 你打的基础 你每一个都要去叼他 然后叼成型后 送给别人 我有今天我说真的 我的教练 高中教练已经过世了 那我很感谢大学教练 那我不知道怎么回馈 但是大学教练有跟我讲一句话 你想回馈 付出在孩子身上 就是最好的回馈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感谢观看